回宫以后,蓝湛却无心睡眠,一个人坐在窗边抚清。这些年,探子口中回禀的云梦王让他感到陌生。他想,他是否该庆幸,在自己面前阿县依旧还有几分当年的模样。一夜无画。 第二日,魏英秘密召来了金光瑶。蓝湛虽让他居于近视,但从未派眼线盯着他。金光瑶是他最隐秘的一颗棋子,没有几人知晓。金光瑶是金光膳在外的私生子。幼年时曾流落在外,是父王好心收留了他,他也一直忠心于魏家。三年前入姑苏厅学,金光瑶与他同行。后来云梦遭逢大变,他思虑再三将其留在了姑苏。 金光瑶颇有本事,以幕僚身份混入了金府,三年下来深得金光善信任。此番要搬到金府,金光瑶是最大的助力,主子。金光瑶宫进行了一礼。魏英汉首,听他汇报一些关键的消息。 金光瑶道,骑兵主子,这些年属下,在金府,按您吩咐,收集了金氏不少罪证。只待您一声令下,属下有把握将金府连根拔起。 做得不错。魏英又道,金府其他人如何?金光瑶答,金子轩虽一直在外寻欢作乐,对郡主倒也还算维护。 倒是那金子轩,因着与金子轩争权,私下里算计过郡主几回。 魏英讥讽一笑,金子轩的命可以留着。 至于金子轩,尚赶着找死,本王成全他。金光瑶宫顺点头,是,属下明白。 他犹豫着提到,还有一事,这些年,太子殿下一直暗中照服郡主。 既然,姐姐和金光瑶都提到了此事,那恐怕蓝战是真的费了不少心力了。 魏英心中一叹,仔细想想,他似乎亏欠蓝战良多。 心内想法,没有在属下面前露出半分。 魏英淡淡道,本王知道了。 他压下心头情绪,继续道, 你回去以后,让温宁明晚来见我一面。 其余的听后本王召令,切莫轻举妄动。 金光瑶办事他,一向放心, 唯独在报复金府一事上,他难免会操之过急。 金光瑶心中一领,功声英事。 另一头,蓝战也在沉声吩咐, 这几天,魏英怕是会对金国功夫有动作。 吩咐我们的人,不必阻拦,必要时,可以出手相助。 蓝焕硬下了,道, 这些年金光善仗着先帝宠幸, 作恶多端,如今也算是等来他的报应了。 他一直有一事未明,趁此机会问了出口, 陛下这些年对金府按兵不动, 只是派人严加看管,不让他们再作恶。 是在等王爷亲自入京,来了结这段恩怨吗? 蓝战道,没有人能代替他做这些。 蓝焕点头,王爷这些年步步为营, 想来也是为了这一天。 陛下这三年,是否也是为了王爷在筹谋? 他与戴笃定,蓝战也没有否认, 原是我们蓝氏,欠他的。 蓝焕道,当年的事,谁又说得清楚呢? 温氏身为云梦蜀臣,起兵夺权。 先帝又听信谗言。 迟迟按兵不动, 甚至推波助蓝, 间接害死了先云梦王与王妃。 陛下这些年,可是一直在替先帝赎罪。 蓝战静默片刻, 朕做得再多, 怕是也弥补不了阿县心中的痛。 蓝焕宽慰道, 陈虽与王爷只有庶面之缘, 却也知道王爷是个是非恩怨分明之人。 当年之事与陛下无关, 陛下的心意, 还是尽早向王爷挑明为好。 他一顿, 莫再错过了。 竟是。 卫英坐在岸前, 算算时辰, 温宁也该到了。 卫英起身推开窗户, 就见那个憨憨道挂在屋檐上, 见他出现, 温宁兴奋的一挥手, 王爷。 温宁是父王亲自替他挑选的亲位, 也正因如此, 他一直怀疑父王选人的眼光。 此番入京, 他派温宁先行。 温宁继续开口, 是您找我吗? 卫英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 不是他还能是谁? 这时房间外转来脚步声, 卫英派人守着近视, 能直接进来的, 怕是兰湛。 他还未有吩咐, 温宁却是吓得从屋檐上摔了下去。 卫英心道, 真是没眼看, 暗示了半天, 这憨憨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, 又躲了起来。 兰湛不轻不重地在门上敲了三下, 卫英回头, 心虚地笑, 闭下来了。 卫英对他一向直呼其名, 这番换了尊称。 保不齐在干什么坏事, 兰湛也懒得戳穿他, 在岸前坐下。 见兰湛手里拿着酒, 卫英一时也顾不上计较旁的。 他这次带来的是赵殿红, 卫英耳闻已久, 一直无缘得见。 卫英饮下一杯, 不由赞叹道, 好酒。 喝完又毫不客气地把酒盏推向兰湛。 兰湛一边替他针酒一边道, 这酒厚劲大, 你少饮些。 卫英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。 见他有些不高兴, 兰湛又道, 可有事要我帮忙。 卫英心说正好, 那我直说了。 他又喝完一杯酒, 我想要你下旨, 让我姐姐与金子轩和离。 卫英离的婚事, 是先帝赐下的, 要喝黎自然要看皇室的意思。 兰湛笑了笑, 我总不能无缘无故差人姻缘。 卫英毫不在意, 我给金子轩找些罪名就是, 他伸手去拿酒壶。 自己给自己针满, 就听兰湛道, 我答应你。 不过, 你也得许我一件事。 卫英望他, 什么事? 兰湛道, 以后再说。 卫英怕他反悔, 连忙道, 好吧, 那一言为定。